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是831事件的半週年 雖然2月只有29日 但是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今天有大批市民 去到地鐵太子站的旺角警署出口 在這裡悼念 但是這些警察又在這裡喪心病狂 又對著市民射催淚彈 根本上香港警察從來沒有想過停止警暴 所以這個財政預算案裡 怎麼能夠贊成你這個香港警隊 是要增加開支預算才行 又繼續買更多精良的裝備 又繼續請多一批人手 幫你維穩 幫你對付人民 你們現在不是維持治安的 因為現在連巡邏都省了 簽到保都有他 沒有人理會的 那些大賊看完之後 就可以作案了 你這幫傢伙在這裡做什麼 之前就殺有戒事 整一天出來抄牌 完全是不務正業 你應該就是要維持治安 不是維穩的 不是幫政權做爪牙的 現在又繼續做了 所以立法會那些非建制派的議員 一定就是要投反對票的 就算他說派一萬 你就讓他派一萬 反正你這個非建制派 是不夠票否決的 你一定就要在那個表決那裡表態 告訴他 不能夠將這個派錢一萬 和增加警察開支預算是維綁起來 如果他不肯分拆的 你就投反對票 因為就算你投了也不影響市民收一萬元 你就要照投 告訴這幫人 是不能夠贊成這樣來增加開支 還增加什麼開支 又說買多一部水炮車 又說買多幾部裝甲車要替換 還不夠 還要買多些 不斷來用香港人的財富 對付香港人 對付香港的青年 當然要反對 沒有理由贊成 他維綁也不可以維綁 只要向市民解釋清清楚楚 為什麼你在這個財政預算案當中 要投反對票就可以了 因為你那個反對票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表態的作用 是反對不到的 除非民建聯 工聯會那些賭歌 他一定就是會保駕護航 你就由得他贊成 如果不是 你這個非建制派 就會背負著支持香港警察 增加開支預算這個惡名 所以一定是千萬不要這樣做 要提防 而且要向公眾宣傳 為什麼你要投反對票 所以之前楊岳橋出來說 就說 如果削減不了警隊的開支 他就不會支持這個財政預算案 其實他是說得好的 他最好就在表決那裡 一定要知行合一 一定要這樣做才好 就不能夠讓他 這樣來無止境 又買東西 又請人 請到2500隻警察做什麼 還不夠嗎 那2500隻 你是不是專門來對付人民 對付青年 玩夠沒有 你這個香港警察 玩了8個月 又在那裡不停地射 射夠沒有 現在已經是一個很嚴峻的時刻 非常時期 你都沒有想過去停 當然了 你有那麼多裝備 其他所有政府部門的執法人員 其他的紀律部隊 全部都給下去 他們那些裝備都九流 哪有你警察這麼示正 是不是 你這個林鄭月娥也是離譜的 繼續縱容這些警察來做這些行為 35700隻警察 到底你那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 是否走了 你曾經在一月份的時候 在立法會的答問會當中說過 這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 其實都是不對題的 市民要求的是獨立檢討委員會 好了 你退而求其次 運水摸魚 魚木運珠 整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出來 就說這個籌備工作已經接近完成了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1月18日說 行政長官會在2月份公布 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的人選 和其他細節 喂 今天已經是2月29日 我錄這條片的時候 就是晚上10點鐘 請問你有消息沒有 特區政府 喂 完全是走數 你根本上有沒有誠信 這個特區政府 是 你說過的東西都不算 還是找不到人幫你噓 做這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的主席 吃力不討好 是不是找不到一個人 幫你吃這隻死貓 到底什麼時候才有詳情 什麼時候公布主席的人選 2月 還是下年的2月 你連搞獨立檢討委員會 都可以搞到不湯不水 更何況你搞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有沒有可信性 你有沒有公信力才行 就算你搞了市民 都不會相信你是公正地調查 你看看你現在搞這件事出來 這件事你本身就已經想著取代了 那個調查委員會 都可以搞到無影無蹤 完全都不用向市民交代 你博人不記得 博猛而已 博大帽而已 張建宗司長還說過 說檢討委員會的籌備工作 差不多完成了 形容主席的人選 在社會上備受敬重 去了哪裡 2月公布 現在29日還有兩個小時 你什麼時候公布 六夜開記者會公布 說吧公布吧 有沒有詳情 你打算檢討些什麼 不知所謂這些人 全部都是說謊 哪有人信得過你特區政府說的那些說話 而且我還查資料 在2月27日 你這次陳茂波司長當時說的那些什麼說話 當那些議員問你 到底會不會減薪和市民共渡時間 陳茂波司長就說 問責官員的薪酬 是有既定制度處理的 目前無意改動 環境局局長黃錦昇就說 會集中局方的實質工作 發展局局長黃偉倫說 沒有超越陳茂波和黃錦昇的答案 他會專注發展局局長的工作 好了 去到今早2月29日 這次陳茂波司長出席港台節目的時候 就說到了 社會上有很多不同需要 捐出薪金可以直接令人受惠 有雙重意義 官員捐出一個月薪酬總額都會減少 新加坡早前宣布官員減薪一個月 是巧合來的 政府一直都已經有相關的想法 只不過近日討論增加了 就落決定 喂 你兩天前才說 無意減薪 現在你又說捐出一個月薪酬 捐一個月薪酬 就是減一個月薪酬 兩天前你才說 沒有這個想法 無意改動 人家叫你減薪 你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現在有一個計劃 減薪一個月薪酬 不過不是減百分之十 你當時沒有提及過這些 兩天前而已 如果你早就想著減一個月薪酬 捐一個月薪酬 為什麼你不在立法會那裡說 到底這個念頭是什麼時候出現呢 是不是在2月27日開完立法會以後才出現呢 所以就回答不了那些議員 又比新加坡還早 是不是這樣 你出來記得回答吧 是不是 連這些這麼小的東西 這麼無謂的東西 你也可以找些東西去遮遮掩掩 就是一早有這個想法 一早有這個想法 為什麼你不跟葉劉說 葉劉說減薪一成的時候 你就告訴他 你陳茂波有這個想法 特區政府有這個想法 就是捐一個月薪酬 葉劉真可憐 從來沒有說過這件事 沒有人通知他嗎 有還是沒有 有沒有記錄 如果有的話 拿出來給大家笑一下吧 連這些這麼微細這麼無聊的東西 都可以這樣來阻阻遮掩掩掩 怎麼信得過里達區政府啊 哎真是 今天也發生了一件比較特別的事 就是在太子站的月台那裡 事源在今天下午四點多鐘 太子站月台其中一塊玻璃幕門 就突然之間自己碎裂了 然後呢 那些玻璃就自己乘乘乘乘地跌到路軌的樹 一塊都沒有剩下 然後地鐵的職員就用一些欄杆圍著它 好了 到底這個是否牽涉到一些人為的破壞呢 是否有人扔爛它呢 如果有的話 照計那個閉路電視 就應該會顯示出來的 而且現場也有些藍絲會看得到的 會反映這個情況 但又不見有啊 到底是哪一個力量 哪一種的力量來使得 這個玻璃幕門碎裂呢 那就真的要大家去想想了 科學上解不解釋得到呢 它自然地碎裂 希望那些相關的科學家 物理學家就可以去解答一下 照計的溫差又不是那麼大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在這個831半周年的時間 是自然碎裂了呢 我就希望追求到一個科學的解釋先 如果追求不到的話 就可能要用其他的 Approach來去解釋這件現象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應該記得有一篇的報導 是這樣說的 就說在831當晚 在太子站那裡有一群手足 沿著鐵路的路軌 走去其他地鐵站那裡 即是逃跑了 然後成功逃脫 那到底這群人最終的去向是怎樣呢 因為目前你所說 就沒有下落的 我主觀良好願望 當然就是希望這群手足安全 無事 只不過他們不想那麼高調 要低調一些 所以就沒有再出來說這件事 我希望實情就是這樣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